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敲起来 还可看出此人当年的武学进境和在武林中成名的速度 竟不亚于射雕英雄传《武爵中东弦》那样的人物 可谓百年一遇的猎物奇才 一 小说第一高手 一指镇江南华辉 《白马笑西风》在金庸系列小说中受众较少 主要原因大概就是书中并不侧重于武功 而是披着武侠外衣在讲人的欲望 因而很难入武侠迷的法眼 特别是习惯于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等 动不动就有盖世神功和主角盖世英雄模式的金迷 不过书中虽与武功一道探讨不深 而且故事发生地点并不是在中原武林 而是被设定在回江哈萨克族地区 但毕竟以武侠入手 因此在出场不多的人物中 还是构建了明显的武力等级 其中位于金字塔端第一档的第一流高手 就是江湖上人称《一指镇江南的华辉》 书中华辉出场后 一开始自称是江南人士 从他跟李文秀的自我介绍中可以看出 他当年不仅是在江南武林一带出名 而是在整个中原武林都大名鼎鼎 无人不知 我们可以来看看小说里的原文 新修版《白马笑西风》 第四章中记载 老人道 我是汉人 姓华明辉 江南人士 江湖上人称《一指镇江南的便是》 李文秀道 嗯 是华老伯伯 华辉道 你没听见过我的名头吗 言下危感失望 心想自己 一指镇江南华辉的名头 当年轰动大江南北 武林中无人不知 但瞧李文秀的神情 竟毫无经意的模样 但小说结局 剧情反转 原来这华辉 根本不是汉人 更不是江南人士 他真名叫瓦尔拉奇 乃是哈萨克族人 不仅是李文秀 当年的中原武林 估计都被他骗了 而他当年离开回江 远赴中原学武 也是为了复仇 报复他当年求爱 悲剧还被族人驱赶之仇 事情是这样的 大约在小说结局的20年前 还叫瓦尔拉奇的华辉 爱上了族人亚利仙 但亚利仙却心属车尔库 瓦尔拉奇争不过 竟然做出暗算车尔库之举 晚上趁车尔库熟睡时 按下毒手 结果虽刺伤了车尔库 却因武力不及而被反制 第二天 族长聚集族人 宣布将他逐出本族 永远不许回来 倘若偷偷回来 便急处死 就这样 被仇恨蒙蔽双眼的瓦尔拉奇 一开始逃到高昌迷宫 但不久之后 就离开回江远赴中原 并改名华辉 之后习得一身武功 并还收了一个弟子马家骏 新修版《白马笑西风》 第九章中记载 瓦尔拉奇道 我是哈萨克人 族里赶了我出来 我回去就要杀我 我到了中原 汉人的地方 学了汉人的武功 嘿嘿 收了个汉人做徒弟 马家骏 你好 你好 华辉在中原武林 闯下一指镇江南的名头 可他的初衷 习武就是为了报仇 因此 数年之后 他带着徒弟马家骏 偷偷遣返回江 他先是找到了雅丽仙 让雅丽仙跟他远走高飞 但被雅丽仙拒绝后 他痛下杀手 竟用毒针杀了雅丽仙 而且还想叫马家骏 在井里下毒 毒死整个铁岩部落族人 但马家骏因哈萨克族人的热情 不忍心下手 但怕走路风生 反被华辉所杀 因此先下手为强 趁华辉不备 在他背后打入三枚毒针 可华辉毕竟激高一筹 还是拼回一命 只是逃走后 用高深内功 抑制毒性发作 却因此被毒针折磨了十二年 只能藏身在一大漠绿洲 直到遇到误入于此的李文秀 而马家骏则隐姓埋名 并易容成老人继爷爷 他回中原被报复 再回江生活了下来 并在大约两年后 救下被意图夺取 高昌宝藏地图的陈达海追杀 年十八岁的李文秀 并收养了他 与他祖遵相称 十八岁那年 李文秀外出 因索其白马 被陈达海的爪牙认出 而再次遭到追杀 矮马驮着他 逃至华辉藏身之处 李文秀替他拔出背后的毒针 之后武功为父的华辉 为保两人之命 教了李文秀 一招流星锤 击毙几个爪牙 更因其善良心地 将他受为弟子 就如书中华辉所言 李文秀此时习武 年纪已大 这时其实练上成武功 已经迟了些 但李文秀在华辉调教之下 仅练了两年 按华辉的话说 江湖上已可算的是一流好手 回到中原 一出手 历时便可扬名立万 这除了李文秀本人 资质聪明之外 更显得华辉 确实不是泛泛之辈 实际上 华辉所说之言 也并非大话 因为无论是此后书中旁白 还是协李文秀 对武功见识 都已验证了 他是一流好手的水平 特别是他再次见到 陈达海时 看了陈达海的剑招 就知道 此时以自己的武功 要对付陈达海 可说轻而易举 一出手即能杀了他 而这仅仅还是李文秀 只跟华辉学了 拳脚和流星锤 华辉真正让他闯下一指镇江南 名号的暗器绝技 还没教给他 所谓一指镇江南 实际上并不是说 华辉的指力有多厉害 比如说 类似于一阳指那般 冷凌空指力欲敌 华辉出指 乃是毒针暗器随之发出 重针者即刻毕命 小说结尾 华辉就是利用他的这门绝技 指向毕马杀人 震慑住了哈萨克族人 让众人误以为 他就是高昌迷宫中的恶鬼 这种杀人于无形的恶毒手段 其实也反衬出了 华辉艰险的人物性格 而且能看出 他为了复仇 在武功上也是不择手段 但从他这门绝技的出手 结合他紧教李文秀拳脚 挤流星锤两年 即可让他真挚一流高手 便可想象得出 他当年在中原武林 轰动大江南北一是不假了 以他有仇必报的作风 当年死在他独针之下的人 也恐怕不在少数 而且 华辉还是属于内外兼修的 这从他能抑制 独针独性十二年 即能看出他内功之高 李文秀随他习武 也是学了外功又练内功 基勇武侠的设定 就是内功之上 只要内功有为 外功自然更有威力 单靠暗器绝技 华辉也不可能在武林中 达到罕见敌手的级别 按华辉说法 若是李文秀随他休息五年 即可在武林中罕见敌手 如此这些 其实又能反映出他当年的武功之高 和成名之快 二 华辉当年武学进境之快 和成名之快 在基勇武侠中 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要知道 当年还是瓦尔拉奇的他 从离开远赴中原 习武到在重坦苗疆 其实不超过六年 因为书中李文秀 在听说他被驱逐一事时 时间节点说得很清楚 瓦尔拉奇被驱逐的时间 是大约二十年前 此时的李文秀 还不知道 瓦尔拉奇就是华辉 还以为他被驱逐后 一直住在高昌迷宫里 新修版《白马笑西风》 第八章中记载 忽然之间 李文秀有些可怜 那个瓦尔拉奇起来 他得不到自己心爱的人 又给逐出了本族 一直孤零零地 住在这迷宫里 阿曼十八岁 他在这迷宫里 已住了二十年吧 如书中设定 华辉是在阿曼出生的 两年前被驱逐 然后去往中原 到阿曼四岁的时候 他返回铁岩部落 杀死了阿曼的母亲亚利仙 同时 他被马家军暗算 从背后打入三枚毒针 之后被折磨了十二年 直到遇到李文秀 之后又教了李文秀两年武功 加起来就刚好二十年 也就是说 他从离开远赴中原 习武到在重返苗江 其实不超过六年 而这六年的时间里 他改名华辉后 在中原拜师学艺 便救了一身惊人武功 而且闯下了一指镇江南的名头 还收下了马家军为弟子 而从马家军出手的情况来看 他和李文秀一样 起码跟华辉学了 至少两年的武功 按正常出名 才收徒的逻辑 也就是说 华辉从到中原学武 到明镇武林 甚至可能只花了四年时间 但无论六年 还是四年 如此短的时间 即能在江湖闯出名头 而且还是达到在武林中 罕见敌手的武功水平 并且收徒开宗的 这种境界 在基雍武侠中都是少见的 除非就是像尤坦之这种 突然得到爵士内功秘籍的 才能在短短时间内 成为爵士高手 可尤坦之明显内服外贫 他的外加招数 在真正高手面前 是绝对的弱点 而华辉明显是内外兼修 内外功都有修为 要知道 华辉从回江来到中原时 从他是求爱悲剧 就能看出 他的年龄依然不小 几乎就是和后来李文秀 跟他习武时的年纪差不多 明显那时实练上成武功 也已经是晚了 在此之前 他的武功还不如 阿曼父亲车尔库 而车尔库武功水平 还低过陈达海 说他是基础为零也不为过 而即便是五年 能练成九阳神功的张无忌 其实也是得益于十岁开始 张三丰就教他武当九阳功 自小便打好了根基 诸如此类的 还有自小师从玄虎大师 修习少林正宗武功 24岁便成为丐帮帮主的萧峰 像华辉这种属于半路出家 内外兼修还成名之快的 他就只有射雕英雄传理 舞绝中的王崇阳和黄耀师 能比了 因为这两人都是明显的 先学文后习武 是在少年之后才学武的 但习武后静静之快 成名之快 年纪轻轻 便能在江湖中难逢敌手 且都开宗立派 远超常人 可见即便是他有得玉名诗 那他也是百年一遇的 猎武奇才 当然了 小书里这点设置 其实是有矛盾 全然就是为了 服务于小说情节的冲突发展 促成跌宕起伏和反转 原因就是书中交代 华辉其实认识李文秀的母亲 金银剑小三娘子 和他父亲白马李三 但他却不知道 小三娘子嫁给了李三 这说明 华辉是不可能在李文秀 出生那年被驱逐的 他被驱逐的时间 可能还要推钱 至少还要推钱多几年 这等于会延长他习武的时间 不过无论怎么推钱 其实也只能让他的习武时间 延长在十年之内 因为暗书中的设定 阿曼是独女 他的父母是很恩爱的 他们不可能在结合之后 十几年后才生下阿曼 这不太符合常理 要不理文秀 也不会以阿曼18岁的年龄 推断瓦尔拉奇 在迷宫中藏20年了 总而言之 瓦尔拉奇从更名华辉 到闯下一指镇江南的名头 无论其手段有多恶劣 但过了最佳习武年龄 半路出家 仅以十年内之功 便能到武林中 喊逢敌手的武功水平 静静之快和成名之快 在金庸武侠中 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复仇应就是支撑 他快速进阶的力量 只是心存不善 学武初中 并不是为了行侠仗义 到头来 难免害人中害己 华辉注定了 不会有好的结局 死后也只能永远藏骨于 高昌迷宫的黑暗之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浪 专注武侠解读 如果各位大侠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留下你的足迹 让我们一起 讨论交流武侠世界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